首先在我们讲到的时候 讲到如何智慧与那些人相处 尤其与恶人相处 当然如果与好的人相处 我们就如何珍惜他 与他一齐 如何一齐建立 或者建立他的生命 或者如何建立一齐事奉 譬如好的基督徒一齐 那些我反而没有说 除了说欣赏和珍惜之外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讲多些是困难 但是我们讲 如果讲到建立和人的关系 事奉 那些是另一个大题目来的 好了 刚刚有人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相处 他真的利用到不得了 好像 吃什么不吵骨 记得什么 吃什么 叫做吃什么 吃人不吵骨 吃人不吵骨 就好像什么都拿了 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需要智慧的分辨 这个人是一个利用人的人 一次不知 下次都知道 两次三次四次就会知道 所以你一次两次都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了 普通世人的方法是怎么样 跟他对立 斗过 或者争取 但是有时有些人呢 我们是分辨到他 都没得争取 因为你的情况 我都听过了 我知道 根本他都不肯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 选择什么呢 一个选择就是 都想跟他找方法处理 或者怎样争取到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可能跟他脱勾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譬如像我自己这样 我回来香港 那我就有这个心志 很想兴起更多人和宣教 除了我其实想宣教的 那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是每天都要宣教的 我就想在这个时候 训练更多人 在香港和不同的地方 那我就发觉呢 其实我曾经找过一些教会 尝试跟他合作的 但是我发觉呢 有些方向不同 或者他有些 不接入一个外来的人 所以结果呢 我就不去勉强了 因为知道都行不通的 那我就自己开始了 这个就是我选择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 譬如说有些人呢 他是利用人的 伤害人的 那我们就 知道他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不会选择 去继续尝试 现在他得到更多好处 得不到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 我接受他 譬如他说 因为他和你合作 你做了 每一次按摩 又收到多少钱 那你觉得 可接受 那你就照样 不过可不可接受的 那我们就需要脱离了 就是我们 跟很多人的关系都是一样 除了同夫妻 同父母 家人 这些没得选择 那我们就选择 总是善待他 但是如果是 其他人的合作呢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当我们分辨到他 他不适合的时候 我们就不跟他合作 好了 有些人又不是 那不去到这么差 他又可以合作 不过又有限制 又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 negotiate了 就是大家探讨 谈谈 怎样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更加好的合作 那如果能够找到 那就最好了 但如果找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的是 要么就跟他合作 就只是接受 原来有这么多限制 要么就跟他分手 那这个就是 有些人是 没有办法能够改变他的 就是他不肯 他不会调价 那我们又接受 又不激气 又不怒吵 因为神总会为 爱他的人预备道路的 那我爱他就可以了 神为我预备 我就不用 一定要从他身上得到 那你后来都 决定了 我没有 你已经决定了 分开了 对 我另外有一些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